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我是大一叔 我歡迎來觀看黑暗離文三的遊戲影片 那現在這個時候我應該還在PO那個過關當中 還沒到達我上次打的進入 但是因為我要給各位看關於安藝的結局 所以結局是他的劇情 不過這個時候算是結局 所以才想說拍攝給大家看 那安妮如果照一般人玩法是說 他到那個冷獵谷的時候就會 就會被玩家殺死 那如果他避免掉這個情況 要去殺一個某一個人 然後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那接下來到四神人那邊 BOSS以後就會出現他的記號 那就可以接受他的召喚 然後跑去幫他打四魂者的BOSS 他點擊完以後要去巡煙湖那邊 那我現在準備要來巡煙湖了 應該是這個才對 那原本我是打算玩 法師型的角色啦 但是 後來發現整個超 超不上手之後 知道冷凍 用 知道冷凍用發鏡的時候 重新吸點一次啦 那現在還是一樣 以那個提示為突發點 只是一開始我是選一無所有就是了 那因為一無所有他能力都是 就是十點平均型的 所以 嗯 就我來說覺得還不錯啦 那我現在裝的盾是渴望盾 是專門在 洗那個 靈魂的 好用的那個裝備 那現在我唯一 最想要拿的是那個 寶箱怪的頭啦 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別人都打得到 但我他媽就是打不到 之前讓人有點 突然就死了 欸 他不是應該在這裡嗎 喔有他看到了 呦 不是有劇情嗎 安里你怎麼突然跟我打的 有安里你怎麼突然跟我打的 我以為我有劇情 沒想到竟然直接打了 好了安里安息吧 那安里的靈魂也 也受到解放了 我以為會有劇情欸 沒想到直接開打 可是我看網路上說 他會有劇情啊奇怪 那不管啊 那就先這樣了 那之後就是 到達我的進度以後 進度以後再繼續 拍攝遊戲了 到達了